環環開近站 車廂停好 電動門也打開 乘客正準備下車 沒想到前腳才剛跨輸 火車又繼續移動 火車突然往前開 乘客完全不知道 腳踩到月台瞬間被甩飛 一屁股坐在地上 另一名女乘客摔更慘 人往後倒 頭撞地上四腳朝天 手上的行李都噴飛出去 這很離譜 對啊 很危險 我覺得很誇張 就是這樣人家下車 其實很不安全 四名乘客跌倒受傷 事發當時列車長想先下車 一發現火車繼續移動 立刻又跳回車上關閉車門 站在月台的站長 則是揮舞著雙手 示意快停車 他也沒有確認車門已經關閉 他就移動車輛 所以造成我們有四位的旅客 在下車的同時就跌倒了 原來就在早上八點多 這裡從台中要開往屏東的 自強號列車 中途停靠鳳山站時 由於沒有對準停車位置 卻又繼續往前開 害乘客跌倒受傷 是機械的關係 還是人為的因素 目前我們上級在調查當中 是機械故障 還是人為疏失正在調查中 但好險乘客手腳 沒有卡到月台間空隙 被拖行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記得拆窗及高雄島